如果你想要接通宇宙的天线 就要先做到调教内在的频率 每天早晚开始进行调教 让你内在的频率 可以跟宇宙的能量一起共整 我是吴洛泉 欢迎你来到幸福书房 邀请你按下铃铛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你过去有过心想事成的美好经验吗 或是你的人生 始终处于许多愿望 却从来没有实现的状态 就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即使他非常愿意相信吸引力法则 但始终没有体验过美梦成真的幸福感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朋友个性非常铁齿 从不认为光靠心念 就可以改变人生的实相 你又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不论你是不是相信改变心念 就可以创造新的能量场 甚至影响到你的细胞 科学证实你想得会成真 这一本书导致引述了许多科学的实验 而且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数据照片 证明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都具有超能力 足以说服所有半信半疑的人 但我也相信对于抱持不同信念的读者来说 依然是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其实我非常了解 要花心力去说服铁齿的朋友 相信宇宙之中无形的力量 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 所以这一支影片 我将会将内容聚焦于 已经相信大脑可以形塑这个世界的你 然后提供可以让你心想事成的具体步骤与方法 我们就先从作者提供的一则亲身故事看起 有一年他来到夏威夷的一处海湾游泳 即将游到岸边时 他伸手摸摸短裤的口袋 发现旅馆房间和吉普车的钥匙不见了 他告诉自己不要惊慌 然后集中意识去想象 钥匙从海里慢慢地向他飘回来 接着他潜入海水中 带着目的性的游泳 一心一意要找回钥匙 他很有系统地在海湾里来回游泳 努力专心地在每一个地方寻找钥匙 尽管理智上浮现的念头是 这一切都徒劳无功 但是他尽量让自己的心保持柔软和接纳 每一次当他的思维开始慌乱的时候 他就会再次将意识集中在心脏的部位 找了一个钟头都没有结果 天色渐渐变暗了 于是他决定放弃 开始游回岸边 这时候大多数的游客都已经离开 附近只剩下父子四人还在浮潜 他们轮流潜到海底又浮出水面 这个时候作者被自己的直觉推了一把 朝向他们游过去 并问说你们有没有在海底找到什么 最小的那男孩伸出手 手心上正放着那一把遗失的钥匙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你可以解读为随机性的巧合 但是如果你看过书中更多的案例就会发现 将自己的意志和宇宙的能量连结在一起 你可以创造出你所想要的惊人结果 如果你也想要拥有类似这样心想事成的人生 不如就来看看我读完这本书之后 所为你汇整出来的四个简单的步骤 1. 解除限制性信念 2. 调教内在的频率 3. 接通宇宙的天线 4. 创造正向能量场 接下来看看这四个步骤的重点说明 1. 解除限制性信念 每一个人心中都可能会有暗黑的力量 这些偏见形成限制性的信念会阻碍你的成功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化学实验室的课程中 有一个从过饱和容易吸出 醋酸纳结晶的实验非常难做 所有的研究生都知道这个实验很不好做 几乎都把这个实验当成实验室的成年礼了 新的学期开始来了一位大一的学生 担任实验室的助理 他第一次尝试这个实验就成功 研究生们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让他试了一次又一次 他每一次都能轻松过关 这些研究生既困惑又嫉妒地说 他一定是抓到了什么诀窍 其实真相是 这位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的大一学生 之所以能够轻易把实验做成功 只不过是因为 他从来没有看过实验备忘录而已 这份备忘录上面 洋洋洒洒地说明了这个实验不好做 以及哪些要特别注意的难关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只要你解除心中限制性的信念 不要自以为是的预设立场 就不会给自己设下障碍 二 调教内在的频率 如果你想要接通宇宙的天线 就要先做到调教内在的频率 每天早晚开始进行调教 让你内在的频率 可以跟宇宙的能量一起共振 务实的做法是 每天早晚练习静心至少十分钟 拥抱你的家人 赤脚踩在沙地或湿润的草地上 恢复你和宇宙万物的连结 三 接通宇宙的天线 所有看似巧合的发生 其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它代表宇宙万物所有的生命 都有同步调控的共识性 在网路上可以找到许多 共鸣邪症的影片 在一个影片中有64个节拍器 被逐一启动 刚开始的时候 它们各自的状态是各摆各的 接着缓慢而确定地 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 两个节拍器开始同步摇摆 不久之后第三个也加入 三分钟之后 共鸣产生了邪症 所有的节拍器一起摆动 每天持续调教内在的频率 创造你和所有生命的共识性 就能接通宇宙的天线 时时刻刻保持敏锐的觉知 四 创造正向能量场 你要试着远离朋友的八卦圈 以及电视上的新闻与政论节目 以免让自己不断和负面的磁场共振 当你选择不去接触负面的想法 而是以正向的想法来取代 你不仅因此而转化了自己的实相 你也在为整个人类转化实相 这是因为你为世界的善良与慈悲 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 你正在强化那个新的实相 你要觉察到自己的神圣力量 在困难中做出对的选择 将来就可能众志成诚地 为所有的人类一起创造地球的实相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三彩文化出版 科学证实 你想的会成真这本书 我为你摘要的重点整理 也记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认为觉知是什么 你要怎么开始练习呢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给我们一个赞 更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并且分享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见